新冠疫情變異病毒再次席捲全球 中國多地也紛紛中招 為經濟基本面帶來寒熱 分析人士認為 中國經濟隱憂營在 特別是經濟走弱和房地產下行趨勢有關 內需不足是當前穩增獎的最大男老虎 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黃均認為 中國經濟去年4季度同比4%的中低速增長 屬於近年來十分罕見的交叉表現 它吻含的經濟下行壓力之大 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中共國家統計局1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去年12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.7% 遠低於路透調查預估中值的3.7% 創2020年8月以來的最低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表示 拉低經濟增速的主要是內需 也就是投資和消費 線下消費無法真正恢復 再加上汽車消費受芯片短缺等的衝擊 住房相關消費也比較弱等 這種趨勢今年上半年預計還會持續 中海成容經濟學家張一則就認為 地產調控帶來的滯效效應和消費下滑 是導致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因素 方正中期期科金融衍生品研究員彭博進一步分析說 需要注意的是消費數據大幅回落 對於經濟影響負面 主要原因在於就業出現一些短期的影響因素 以及地產和部分行業受到政策影響 黃均認為 大陸經濟面臨需求收縮 供給衝擊 預期短弱三重壓力 中共官方也承認 今年經濟面臨這三大壓力 面對經濟下滑的趨勢 中共央行17日將中期借貸便利利率下調10個基點即減息 同時進行的公開市場7日益回購利率 也在近22個月裡首次下調